国安法的生效 它带来一个很有效的法律 让我们来执行 最大的变化 也就是最明显的变化 就是安全回到香港 因为国家安全风险受恐 国安法的平衡实施 导致我们香港的安全 因为国家风险受恐 而回来 我们的生活可以回复正常 我们的市民 就不需要成王成恐的生活 这个是重要的 因为先有安全 才可以再有法的肯定 但是执法的经验是新的 因为国安法 以前我们在23条立法不成功之下 国家安全的风险是保障不了 从而带来了我们在2019年 这么严重的暴力 兼且危害国家安全的问题 我们要处理这些二十多年来 累积到在2019年 突然带来那种社会的伤害 和苦难 这个当然对我们来说 对所有执法部门来说 都是一个大的挑战 我当然也乐见在警务署的 国安署的同事 在这方面专业投入 还有付出很多代价 所以整体来说 你看到我们在 国安法的执行方面 都达到 都达到我们预期的要求 包括我们在国安署行之后 我们拘捕了大约109人 亦都检控了62人 这个数字就是我们刚刚 采取行动去处理 现在苹果日报这件事前 所以在执法过程里面 有挑战 但因为执法之后 所带来的一些正面的成绩 其实是更加推动了我们 去投入去维护国家安全 工作这个任务里面 国家安全的风险 永远都存在的 永远都不能放松 风险分外和内 外的风险我们看到 是国际方面 对于我们国家的一些敌对行为 因为是针对我们国家的和平崛起 有些是担心自己的 国家的利益受影響 从而在政治方面 攻击我们中国 当然利用香港 去攻击我们自己的国家 这方面的风险是存在的 这些敌对的势力 亦都可能利用我们某一些空间 去继续推动一些 在香港还是外国的安全 包括它从资金方面 包括它从一些推动思想方面 可能还有什么 这个我们防外必须要做的 防内也是 还有一些是死心不食 是反动甚至是制造破坏 它还是在等待机会 第二点就是我们的防范 有一些自我激化了 可能是有些潜伏的本土恐怖主义 在我们的社会里 埋藏了在 所以我们要高度警惕 亦都要市民认识这个形势 让大家可以警觉 如果留意到 任何一些 譬如像本土恐怖主义的一些迹象 那就举报提供情报给我们 我们要守的安全线 就是不可以让人利用香港 去对内地作渗透或者破坏 在我们看到国安法生效之后 香港的环境和基础 大家客观看到 都是很正面的发展的 安全和稳定 在我们香港融入大湾区 融入整个国家的发展 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基础 我们亦都很有信心 这个重要的基础 我们是可以满足到 从而贡献给我们整个国家 以及大湾区